师傅 你小心哦 好的 莫菲姐 你怎么没跟他们一起走啊 怎么还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莫凡呢 他又去帮别人搬东西去了 辛苦了 莫菲姐 我表哥最近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呢 没有啊 我最近都找不到他 那就奇怪了 那他在忙什么呢 他不是一直都很忙吗 不是 关键是我在家都找不到他 我知道了 他肯定是在忙很很严重的事情 等他忙完了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对 是这样的 没错 本来我觉得没什么事 可听你这么卖力地给他解释 我反倒觉得有什么事呢 没有没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小心 小心 天哪 有血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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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医院吧 走走走 好 谢谢医生 莫菲姐 是不是可疼了 我错了 多怪我 好了好了 一点也不疼 你看只是一点点小伤口而已 医生 他这个头会不会留疤呀 千万不能留疤呀 千万不能留疤呀 不会的 再说这个位置 就算有疤 刘海一档也看不见 但是 还是被砸得不清啊 一会儿带他去拍个片子 看看有没有楼内的创伤 好 谢谢医生 好 谢谢医生 好 谢谢医生 走吧 莫菲姐 走 从片子上来看 没什么问题 现在还感觉到头晕吗 嗯 就是头有一点沉沉的感觉 我建议你在医院里观察几天 一定要住院吗 医院要观察 会比较安全 好吧 谢谢医生 好 我去开摊子 谢谢医生 还要住院啊 这么严重吗 我得赶紧告诉我表哥和莫凡 他们都不知道 我都忘记告诉他们了 陆珠 别告诉他们好不好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能不告诉他们呢 可是你不是也说了吗 表哥最近工作很忙 你又天天和莫凡在一起 他训练有多辛苦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们被我担心吗 而且医生也说了 只是住院观察 没什么大碍 好吧 好 都怪我 都怪我 好 跟我出来一趟 我不管是谁把你叫来的 我希望你现在立刻 马上地从坊间眼前消失 为什么 他现在见到你 只会想到曾经你给他带来的伤害 他现在的痛苦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受得了这些吗 他受得了这些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妹也都没事了 为什么你还在这个坎过不去呢 我承认当时拒绝婚约的事情 是我不够成熟 让他心里受到了伤害 但是我现在是想要弥补他 弥补 你怎么弥补他这几年受的苦 你怎么弥补 你怎么弥补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他关怀 还有陪伴 早干嘛了 现在说这些呢 你怎么弥补 这里是医院 小点儿是 你现在在关心另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有想过莫菲的感受吗 莫菲知道这一切吗 不是你为什么总会 操心我跟莫菲的事情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莫菲 我们俩可以公平竞争 你已经伤害了我妹妹 我不想你再伤害莫菲 就这么简单 她是我女朋友 你永远处理不好这个分寸感 话我已经带到了 自己看上班 你现在在关心 另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有想过莫菲的感受吗 你已经伤害了我妹妹 我不想你再伤害莫菲 就这么简单 都一定要不要 咱们俩去吃吧 我想我们父亲的会隐善 快点啊 太多甜蜜了 天窜了 我們那天娱乐新闻 这次娱乐就是被你吐哭了 不过过 娱乐新闻那天就是我当主持人 你刚为什么把我电话招了 我现在在苏州呢 这边讯号不好 一直都断断续续的 你为什么突然间跑苏州去了 那个 莫菲啊 我 我 有一个事我想我现在应该跟你 说明了 表哥 出这边 出这边 这有急事 你瞅瞅你像一个女孩样吗 你没看见我再打电话吗 你出身了 打狠急的事情 这事你得为我做主啊 不然我要愁死了 你先出去 咱们关着 我一会儿下来打你 还露珠 不知道什么事 看起来很急 要不然我先过去看一下 等会上来打给你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今天也比较累了 希望你休息了 那 那就我们改天再说 没关系的 拜拜啊 我说这今天一天过的 真是 酷皮了 找我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跟莫凡打赌 看能不能把你 从房间里叫出来 不是 你无聊 怎么这么无聊啊 都怪她 是她说的主意 你就好好选啊 好 走 莫菲姐 已经搞定了 刚刚又不是你出现的话 你表哥要把我吓死了 我已经要被她吓死了 你没看到她刚才的表情 要吃人呢 谢谢你啊 不过我还有件事 要麻烦你一下 可以啊 什么事啊 我把钥匙交给你 你回去帮我拿点东西过来 不过你千万小心 千万别被莫凡发现了 好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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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明天先去你那儿取钥匙 然后再去你家取东西 可以吧